其實痛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血裏的尿酸水平太高 當尿酸水平高的時候 它就會在我們的關節和軟組織裏形成結晶 而這些結晶就會被我們的臉系統視為一個入侵者 所以就會引發攻擊導致關節或其他地方出現發炎 就是我們痛風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痛風的話的診斷不是那麼容易 當然很多人都會覺得痛風的病徵就是突然之間 可能腳趾的關節突然之間又紅又腫 那就是痛風了 不過其實有很多其他關節起初的病徵和痛風都可以很接近 至於我們怎樣可以明確診斷痛風呢 最重要的方法或者最準確的方法就是我們透過抽取關節液 然後送去發炎的時候明顯看到有療酸結晶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明確和準確的確診方法 但是當痛風如果發起一些比較小的關節 收取關節液並不容易的時候 我們就會憑患者關節發炎的病徵 去以往的情況尿酸的水平 以及究竟有沒有其他患有痛風的風險 而去評估究竟那一次的發作是否痛風 其實治療痛風的話我們最主要是採取一個消炎的方案 所以治療痛風的藥全部都可以有效去控制關節發炎 經常用的藥譬如是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 類固醇藥或者現時有一些生物製劑的話 可以有效控制痛風引節的關節液 很多人都會誤會了究竟痛風是否只可以用這些消炎的方案去處理 那當然不是了最主要我們講的去預防痛風的話 就必須要從它的根源去著手 去控制好的尿酸的話 才可以減低痛風發作的風險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用飲食介口的方法去治療和預防痛風的話 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在飲食期間的話 當然我們可能會吃了一些飄零量比較高的食物 在身體裏來說的話 就轉化為尿酸 然後導致痛風發作 其實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食材或者我們攀飲的方法 導致身體發炎的情況特別容易 譬如我們講的飲酒或者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的話 都會令到身體更容易發炎的 如果尿酸已經積聚在身體裏面 而身體也處於一個發炎的狀態 那就很容易會引發到痛風發作 所以介口並不可以有效預防痛風的發作 最有效的方法 固然就是服用降尿酸藥 減低了血裏面的尿酸水平之後 等到累積的尿酸結晶可以溶解 這就是一個最有效和長遠的方法 可以治療痛風的 不過其實很多病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吃了降尿酸藥之後 痛風發作好像比之前更加嚴重和頻繁 這個的確是一個我們常見的現象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溶解尿酸的時候 尿酸的結構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而我們的免疫系統也會當它是一個新的敵人 引發攻擊 不過當尿酸的結晶量越來越少的時候來說 引發攻擊的機會也會越來越低 所以在服用降尿酸藥的初期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處方一些預防痛風的治療 去減低痛風在這段期間發作的風險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痛風可能是一個間結的問題 不過其實如果不處理的話 痛風只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甚至乎引發到一些長期和慢性的關節炎 不過如果得到適當的治療 可以有效控制尿酸的水平的話 痛風是可以根治的 隨著我們用了降尿酸藥 慢慢那些尿酸結晶溶解了之後 其實就不會再有痛風這個問題 雖然控制尿酸是一個持續和長期的治療 不過除了它可以根治痛風之外的話 亦都可以減低比如心血管病的風險 神功能退步的問題 所以這個治療來說 並不是純粹針對關節的問題 是對整體的健康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的 如果大家不選擇 我回答一下 我們的資料 我們在一起 我們會準備好 我們會不會再放到 好的 剛才我們會議你們 我們會不會再放到 我們的資料 我們會不會再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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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 我們會不會再放到 不過腳架 我們會不會再放到